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党产为什么国民党抱着不放 因为它党产带来极庞大的利益 事实上除了党产之外 我们从历史看过来 有很多党的周边组织 它的财产更是富可敌国不受监督 好 我们首先就来看所谓救国的救国团 战地5580平 李应元指控救国团侵占了国土 怎么回事呢 审计部最新的决算报告 近五年国有防射备战率 竟然从9.93% 逐年攀升17.72% 全国备战友的国有防射 竟然高达776栋 总面积超过了13万平方公尺 另外就指出了 调查发现最大侵占者竟然是救国团 而且长期占有国有财产军 松江路旁边的黄金地段 好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例子呢 比方说前行政院院长官邸1.5亿 国家财产怎么变成救国团的了呢 行政院前院长李焕 深情居住在台北市大安区 四维路的官邸 三楼的建物112平 市值1.5亿 一人就发现了这个地方 所有权人原本登记是中华民国 26年前所有权人就更名为救国团 所以要呼吁国有财产署 应该是追讨相关的使用费 还有不当得利 结果来看看我们的国产署怎么说 在这里看到国产署进一步表示了 救国团在59年间购置跟新建这个房设 因为不具有法人资格 所以不得为不动产的登记主体 所以呢这个房地产权才是登记为中华民国 管理机关就是救国团 那团跟国是不分的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办法登记产权 就登记为中华民国 那我也不登记我的名下 反正在77年后来呢 他们就又开始做了改变 又要就再转回给团去了 所以77年间提出相关不动产买卖契约 还有这个付款的收据 还有使用的执照 就请求这个房地就要更改了登记为该团所有 后来呢国产署在77年4月25号 真的就邀请了内政部国防部台北市政府的地政处 所有的有关机关会商就说 哦 好啦那就是你这个救国团的了 内政部在77年6月21号就会商确认 救国团因为已经完成了法人登记 所以就可以当权力的主体 所以呢就报给行政院 77年的7月28号就把这个房地产呢 办理更正登记就是救国团的了 你们觉得国产署这个新闻稿一定像天邦夜谈呢 好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追讨救国团大楼 国产署怎么又败诉了呢 国有财产署认为救国团的至亲大楼是公有财产 所以又提告追讨房利以及房租 台北地方法院那么就认定这个大楼是救国团筹资 他筹资新建的就可以给他们了 判决国产署是败诉的 国产署认为救国团过去隶属于国防部 后来受行政院的督导 麻烦国产署给我块土地 我来筹资新建然后归我 可以 你可以叫彭至亲 至亲大楼是由教育部在民国58年间出资新建 房屋署国家所有救国团无权占用 因此就提起了民事诉讼 其实国家署也认为这不太合理 就跟你想的是一样的 所以要求救国团还地 结果 结果救国团主张跟国防部非隶属关系 不是行政机关而是非法人机关等等 最后判决了 简单讲就是败诉 这块土地又变成了救国团的 我还是要问对国民党比较熟悉的 因为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么多的国产变成了党产 就算了还变成团产 还变成会产 然后最后全部败诉 这到底怎么回事 好像是一个败家子把自己所有的房产 然后就这样全部发出去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佩芬姐 你是在问我 不然等一下我打电话来扣号马零九马总统 你能帮我扣号吗 他已经不当主席了 我刚刚在听两个主持人在练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那个问题 其实我在想刚刚一开场的时候 主持人讲那个开场白说 很多国民党的外围组织 其实它不是外围组织 它是国民党的内部组织 应该是类伪 应该是重要的干部组织 特别是救国团 那救国团当初为什么会成立 就是基本上因为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 因为那个败走台湾 兵败如山倒到了台湾 那他们到了台湾以后 就深切体会到说 当年在大陆失败 当然就是国共和谈的时候 有很多类鬼 就是说吃里扒外的 然后就是反正跟外面勾搭 结果决定类鬼自己当 对 然后就最后兵败如山倒 其实共产党 其实那个人民解放军 其实到今天为止 并没有真正打胜仗 那是国民党自己搞垮自己 跟今天的选举很类似 到了台湾以后 蒋氏父子他们就觉得彻底检讨 就是说当年在大陆输掉的时候 是党的组织要清党 然后另外就是学生学潮 你知道在学校里面 那些学生演话剧 搞那些东西呼口号 然后整个社会翻转 所以他们到了台湾以后就觉得说 青年一定要抓住 那另外一个就是军队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你知道党部 所以那个时候 蒋经国一到台湾的时候 蒋介石是放他去做 台湾省党部组委 然后为了要安抚军中的问题 所以就成立了政工干校 很多政工干校毕业的同学 然后政工干校 然后政工就在军中里面维持军中的安定 那另外一个就是救国团 那救国团是学生组织 所以你看那个现在学生的学生里面 有很多干部 然后暑教还有一些暑期的战斗营 我想那时候要进战斗营不容易 特别是金马战斗营 那个真的是抢破头 要身家清白 对 所以那个时候 还教官推荐 对对对 教官说身家不太清白 教官不喜欢 没错没错 然后外形还长得不错 口齿要清楚 然后这些人就是将来的社会精英 所以我们现在看很多社会精英 包括蒋经国那时候提拔的一些青年裁军 很多都是出身救国团 所以那个团有它的背景 但是那个团因为当初 我们真的坦白讲 就是国民政府到台湾的时候1949 我们最近1949很红 1949的时候 那个时候台湾只有600万人口 再加上大陆来的差不多200万 就总共800万 所以800万的人在台湾这个土地上 是很空荡的 所以很多地方它就可以 你知道就可以供旗试用 然后就可以占地为王这样子 化地为王 所以就利用了很多地方 就建设了很多盖了很多之类 像山林溪、溪头之类的 然后它的运作也满成功 那再加上蒋经国是救国团主任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杰出的青年 都投身救国团 所以当国民党那个时候 想要栽培谁的话 就先送到救国团 先送到救国团 你只要一旦进入救国团 不管你是青年部 或者组织部 或者是什么部的时候 你这未来的前途 真的就可以看得见 所以救国团那个时候就成立 那刚刚讲那个土地26年前 把他重新登记 是因为蒋经国1988年过世 他们就发现世界时代不对了 世界也不对了 所以就赶快去登记 然后落袋 对 就赶快就去登记 那登记后来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 国民党李登辉执政的时候 赖国州曾经一度 想要去抢救国团主任 还跟李宗贵好像真的蛮凶的 因为那救国团 其实它组织非常的绵密 然后地方很多 所以他该做的事不是去抢他 应该是把他给国家化才对 这就是问题啦 对不对 像对我们这一辈来说 对于救国团的记忆是什么 就是我们高中大学的时候 是他吸压众种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就是国民党在学校里头 做的组织的工作 那可是救国团你看 我们刚刚看了那么多例子 譬如说李宦住的那房子 台北是四围入围 天哪 那什么地段 在仁爱信义中间 那个四围入围 那边一平的房价多少钱 两百吧 差不多 两百万差不多吧 如果我都知道我的选区 对 大安区 就是台北市的进化区 然后 它是闹钟里面的取静 对 最重要就是它闹钟还取静 所以那个是得天独厚的环境 然后是救国团的房子 然后李宦已经走了之后 这个房子还 就是他还没有办法变成国家的 他李当是国家的 就当时救国团为什么手上拥有这么多的东西 这么多的房产啊土地 不就是国家转到党吗 就是在接收了日产之后 莫名其妙 然后变成从这个国家的手上 转到了党的手上 然后所以才会有国民党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钱嘛 还有各地的什么民众服务社 还不只是在台北市 在全台湾各地都还有这种地方 那所以现在大家才会 回过头来探讨说 那所以什么东西才叫转型正义呢 像这些东西难道不应该 就还给国家吗 国民党为什么一直被人家 骂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选举会输成这样 就是因为不公不义 你手上拿了这么多的钱 去跟人家打选战 这样怎么会是一场公平的战争 一直到现在输成这个样子了 看起来国民党还没有意思 要把党产给还出来 尽管马英九在 不知道几百年前已经讲说 这个党产要规定 党产归零 归零现在是零越来越多啊 不是归零 是加零 一直加 那现在呢 现在怎么样 现在还是在国民党手上 所以国民党你只要 这个守着党产一天 你就别想翻身了 彥伯 那个你现在是新党名义最高的一个人 新党地下党主席 没有不敢 贵党的资产有多少 我们没有资产啦 对那你这样 我们当初要这个 我们党强 那时候有政党补助金的时候 我们曾经想要把我们现在的党部买下来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很多大佬 当时的大佬觉得反对 就是说我们从无道有 从无道有 没有道有还不至于到那样子啦 那时候从无道有 就可以打到这边江山 那个党产对我们来讲 本来那时候就已经在批评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没有买任何的党产 所以对党产来对好像 现在好像有点后悔啦 但是我们也还是一路走过来 这个党还是存在 民进党好像也都没有党产过 他们也曾经想要买 但是也都没有买 亲民党好像也都没有 那也就是说这个党产来讲 对国民党来讲 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不掉的包袱 今天谈到这个救国团 我记得我已经在跑这个 警察院的时候 那个警察委员就已经调查过了 那特别是救国团这个东西 救国团这个组织呢 其实坦白讲就像佩芬杰讲的一样 它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组织 为什么会牵扯到李焕 李焕以前就是救国团出生啊 对啊 救国团以前出生 就蒋南帝典 他就是蒋经国的嫡系弟子啊 那为什么救国团可以 因为这样子 因为说他去筹钱去募款什么的 然后就买这块地 重点就在主持人讲 为什么这个地不是我买 为什么不是郁甄你去买 为什么是你救国团买 那买的又是给谁呢 因为我们不够 美其民 美其民他是个法人嘛 美其民是个法人嘛 那你这个法人的结果 好 你现在就是 你就是占地了嘛 你这个地就是占地为王了嘛 那你要做什么东西 你哪怕是身材也好 或者是做什么也好 你这些利益到处是归谁 是归救国团的哦 这个跟我们 我们见到国库 那个都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还是要想到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按照法律的程序来看 似乎没有瑕疵 所以国库署才会输 但是要就从公平正义来讲的话 救国团这样占地为王 其实对这个国民党来讲 为什么大家会算在他头上 因为他本来就是他的罪 我请教你问题 我抢了王时期的钱 然后跟你签个合约 然后你再 我们两个有合约哦 然后你再把这个合约 转让给彦博 彦博再转让给佩芬姐 然后法院一查说 来 你跟彦博的合法 对 彦博跟佩芬姐也合法 所以都合法 所以源头就不正当了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在他们回答前 我只补一句话 就是说刚刚大家说 那个地方 绕中取境什么什么 大家想想看 50年前那个地方都是农田 对 好不好 所以我可以说 绕中取境 我可以说现在 如果我们讲说 另外一回事 我们讲说救国团 对 救国团本身 其实就是还是属于 国民党内在运用的 这些资源跟资产 可是呢 现在谁在救国 他们救国团 现在到底是货国 还是在卖国 我觉得大家可以仔细来看 就是说 其实你国民党本身 在这样的一个运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追那么多党产的 这个私相授受的过程当中 这还是你们在争夺的一个工具 我先讲说为什么他获国 因为他已经曾经被好几个环保团体抗争过 就是说你在阿里山 然后烂肯烂法 然后所以有很多的环保组织就已经 已经站出来说你们是在获国 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他的财产真的是多到 大家应该有印象 台北市的这个应该是管前路吧 管前路那里应该算是一等一的市中心 那市中心那一整栋的大楼 那上面都是救国团 因为可能有很多人去那边 参加什么语言班啊 技能班啊那些都是 所以他从台北市 所以那个是算最市中心的 还有哪里 建坛青年活动中心 大家应该很有印象吧 就建坛青年活动中心在原山饭店 那一块地你可想而知 光这两个地方就好了 其他喊不郎当的这些什么 现在在盈利的这些山庄 全国各地都有 对包括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我念台大 我们那时候只要你是这个所谓的 国民党的北知青 台北就是北区知识青年 那一定会被找去哪里 被找去金山受训 然后准备当干部 那他就从里头帮你选 如果说你是属于这种背景 你怎么知道 你受过训 对因为我曾经受过训 他才是真的干部 我是在高中 我在念中山女中的时候 就被用两颗粽子拐进去填了党证 所以 你真便宜 我送你十颗粽子不要再骂了 我们那个时候叫外地生 六颗粽子去新党 我们那个叫外地生 然后外地生的教官就说 哎呀怎么端午节你没有回家呢 因为没有钱可以坐车回家 两颗粽子换了我填了一张党证 所以到了这个大选的时候 我就已经是资深党员了 所以就被选为 我们那个叫区常委 那一定都会被找去这个金山 找去很多地方受训 就干部训练 所以有很多人 包括当年其实很多人都是 你说现在的台中市长林家龙 也大概都是那个时候 然后绝迷学会的 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培养一些年轻人 OK 可是呢 如果说你的这个背景不够纯正 比如说你是什么党国大佬之后 那你就会有办法像这个 像很多人 比如说像马英九他们 那甚至在现在国民党智库里头 都是拿什么 拿中山奖学金 去出国念书 然后回来的 我再补充一段 拿中山奖学金的人 他有个条件 就是要到海外去写日记 去参那些跟他们想法不太一样的人 然后定期的寄回台湾 没有同学就在干这事 就是料杯啊 然后呢 每年换什么 每年换一张机票来回台湾 那这么简单 那而且就是包括 马英九做事啊 马英九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所以呢 这些都是这个当年 就是说你要帮国民党做这些事 那所以现在呢 他已经完全失去了那个 整个就是说 你是国民党本身 就是说如果你要栽培人才 结果你培养的又是这些党国大佬之后 后来呢 给他权力之后 我们才发现说 这些都是特权分子 所以你会看到说 现在台面上 有很多所谓的第二代第三代 都是这样子一个这个特权分子训练出来的 所以他已经完全失去意义 为什么国民党现在会堕落到这个地步 因为这些资产 你说这个包括什么李中贵 然后甚至呢 包括这个赖国舟他们 要抢这些资源 是因为现在这些地方都叫做盈利单位 也就是说 当他已经变成了私人 少数人在掌控的时候 这些地方你还要保留给某些党政高层 你才可以定得到这个什么山庄 物色山庄 现在就我才被人家戏称为全国最大的旅行社 我们稍微回来再继续谈这一段